往前走 往前走 民眾一個接著一個排隊 量體溫 食命制 嘉義布袋漁港 星期天一口氣湧盡6000人 民眾攤位前買海鮮 卻無視地上標線全擠在一塊 隨著疫情 微解封 再降到二級警戒 布袋漁市場仍流上線 卻從600人降到400人 最後腰斬剩下300人 27號開放內用 相較布袋漁市場 高雄觀光漁市場 就顯得比較保守 青島港漁市場6日人潮起爆 曾經兩天湧進超過6000人 因應降二級 最大容量維持350人 但不開放內用 另一處柯仔寮漁市場 最大容量增加到190人 但沒有提出內用申請 民眾恐怕無法內用 相同看法的還有這裡 週末假日 屏東東港華礁市場 人潮起爆 一點也不輸布袋漁市場 最大容量2000人 不開放內用 多個觀光漁市場大多因為 隔半太貴 疫苗沒普及 空間小難沒花做 只維持外帶 我們怎麼不敢來 我們在家 我們是沒有人家吃 我們是說如果專門開放可以 我們這裡做 警戒降二級 內用防疫維持高標準 餐廳還能勉強達到 但對市場攤商來說 難辦到繼續降級 不解封 記者南部縱步道 無人家進行 他們是早上 發生的 撲通 進行 保安 積在 消窩 普遍 打 靠 感谢观看